1、1873年南昌辅制卷首的南昌地图,也称南昌辅制三胡九金图,21906年南昌成图,3、清府台衙门,衙门建筑始建于元朝的治元年间,是历代江西巡抚关属的所在地。 3、位于金南昌明德路的经济大楼,京东方好景花园酒店周围,西至明相,东贴胜利路,北靠后墙路,南临明德路,民国初年成为督办公署。 4、清末南昌藤王阁高大辉红,色彩绚丽,颇有气势,王伯藤王阁续的问世,使藤王阁更加意义深辉,声名远扬,文以格传,格以文明,藤王阁历尽沧桑越险归尾, 已成为南昌城最重要的标志之一。 5、1867年,英国探险家约翰·汤普森拍摄的江西九江长江上的舰艇。 6、江西九江长江上的码头。 7、1868年,九江的街头一角。 8、1885年,九江的教会学校学童。 9、1900年的九江岳师门,也称要师门,是九江最雄伟的城门。 他承载了岳飞镇守巡洋的历史。 这座长江边上的城门,船舶如梭,异常热闹。 10、1890年,九江江边上的一艘英国炮品。 11、1898年,九江西门口外的九江超官。 12、1898年,九江索江楼和回龙塔。 13、1900年的九江九华门,古时称望京门,大约是去望向京之一。 14、九华门临江的城门。 15、1900年,九江孔庙牌坊。 16、城门牌楼。 17、通向城门的小巷。 18、1900年的九江街头。 19、江西九江秀峰寺,古宁开仙寺。 20、千山县衙县关,开唐审案的情景。 21,ダосто也群现了。 21、大约都大约都超 kä It İh,